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HKCEE2001年的PaperTru第四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題目 現在下面的figure顯示了right angle triangle 即直角三角形 而這句也有很重點 我用黃色highlight 而ab比abc等於3比4 他要你找甚麼呢 就叫你去找 investigate 究竟是多少 老老實實 如果現在我在這個三角形 先拿藍筆 那我就在這個三角形的abc 我先把東西放開 先看吧 由於黃色那句話,我會說現在AB這個長度不是叫3,是叫3K,因為是個比例來的,所以不是真實長度,所以我叫它做3K 如果AB的長度是3K的話,即是BC的長度,根據黃色那一部分,其實它就是4K,比例上是3比4,實質長度你就當它3K和4K,即是這個是4K 人家一定會問你,即是K是什麼來的,上條題目沒有說過,所以你也要記錄回,就是where K is a constant 是一個數來的,即是一個常數來的,即是一個數都可以,亦都無關同樣的 然後,如無意外,我就會告訴他,現在在這個三角形的ABC 這個直覺三角形法,發生什麼事呢?根據不是定理,就是斜邊的二次方,AC的二次方 就會是等於另外兩條邊,就是3K的二次,再加另外那條邊就是4K 即是它們兩條邊的二次方加起來,原因就是不是定理,英文就叫做 Particulous Theorem 好了,之後換句話來說,即是AC的二次 就會等於33該9,即是9K二次 9K二次,再加4是16,即是16K二次 即是25K二次,快一點點 好了,將A二次的二次調到旁邊,變成正負開方筋 所以第一個數出來就是5K 第二個數出來就是AC,因為正負開方筋25K二次 所以出來第二個就是負5K 當然啦,沒有負數,即是rejected 沒有可能負的,條邊長 所以其實我們拿回它,即是換句話來說 現在這條邊,我們算到了,就是5K 好,所以換句話來說 我們是來的啦 換言之,其實不要忘記我們想計甚麼 我們是想計個Side Feetor究竟是甚麼 所以根據Side Feetor的Definition 在這個直角色裡面 其實就會是等同於將這條邊,就是4K 就over這條邊,就是5K 所以其實即是4K 就over5K 而事實上,上下也有個K 你便約走它 所以即是終極答案就是 4,over5 好了,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有喔,正確答案就是E 好了,就檢查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今天就到這裏了 OK,好了,那就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我們再見啦 拜拜